这个女人一觉醒来 她发现不对 自己竟被困在一个曲面上 脚下是不见底的腕掌深渊 她被吓得猛抬脚 却差一点就掉下去 因为恐惧 她大口的喘气 手掌都磨出了血迹 她用全身津贴着曲面 稍微一动就是灾难 她观察四周都很光滑 没有一点可借力的地方 此时 她绝望的表情 就跟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一样 现在离顶部还有一段距离 她知道 只有向上爬才有一线生机 闭上眼睛 深呼吸 控制情绪 缓缓她起右脚撑地 举起左手 扣住那点水泥痕迹 她尝试用力调整身体 突然 她吓得大口呼吸 头上天空阴暗而压抑 她继续深呼吸 调整情绪 她举起手掌 以示血肉模糊 她忍痛 在衣服上擦拭 并用嘴巴尝试吹干血迹 因为 只有让手掌干燥 才能更好地向上攀爬 她艰难地撑起双手 继续尝试向上爬去 再次摩擦 让手掌鲜血淋淋 她每挪动一小段距离 就要吹干一次血迹 她突然发现 对面光滑的曲面上 竟然也有两道血迹 显然 她不是唯一 眼前的情景 没有吓到她 忍着剧痛 她奋力地向上爬去 手上的鲜血不断涌出 跟对面的痕迹一模一样 伴随着雷声大雨 倾盆而来 雨水淋湿的女子 也让曲面变得更光滑 女子开始一点点下滑 她绝望地大叫 突然 她灵机一动 将脖子上的项链 一圈圈地缠绕在手掌上 随后 用力扯下 缠绕项链的手 死死地撑在了曲面上 项链摩擦地面的声音很热 随后 只剩下了空荡荡的曲面 现场只剩雷声和大雨 这个男人躲在床下 惊恐万分 凶手将头转了过来 看着女孩不眠目的眼睛 男人忍不住浑身颤抖 下一秒 就被凶手摆出了手势 吓晕了过去 就在不久前 女孩走进旅馆 女人正换衣服 突然传来敲门声 谁 她打开门 却被勒住脖子 一刀狠狠刺中腹部 女人无力地倒在地上 而这一幕 都被店长看见了 她只想偷窥一下 谁知 却成了命爱的唯一目击者 男人捂住嘴巴的表情 跟你手机里 第六个表情报一样 下一秒 她想报警 突然 门外传来敲门声 正是那个凶手 她竟然笑着 对着监控挥手 那镇定刺弱的表情 十分嚣张 店长哆哆嗦嗦地走到前台 那凶手满脸堆笑 她拿出马尼和钥匙 想要续费 发现店长 看到她手上的血迹 她说 刚砍了西瓜 还笑着问店长 要不要 当她到房间 早已吓鸟 她将凶暗视频 拷备出来 揣进裤兜里 下一秒 她发现监控里 那凶手在床头 藏了一体帮马尼 店长立马心声贪念 第二天 趁凶手出门 她直接来到凶暗房间 先对女孩的盒饭 浅沉以拜 接着开始拿钞票 突然 身后传来声音 原来女孩还没死 发出了微弱的求救 她拿着钞票 绕过女孩想离开 可下一秒 凶手回来了 她赶紧藏到床下 女孩转过头 口气是救命 店长看着她 吓得直哆嗦 在女孩绝望的目光中 凶手双手摁住她的口鼻 咔嚓一声 女孩隐恨西北 店长直接给吓晕了过去 醒来发现凶手不见了 她回到房间 回看监控 发现那凶手 背着钱袋进了自己的房间 她顿时感觉背后发凉 回头发现 那袋钱就在床上 随后 她被凶手敲晕了过去 弗伯勒将她当成凶手逮捕 而真正的凶手 却在人群中 音效着向她挥手 这个男人修好门锁 推门走着进去 可下一秒 从右边的门又回到原地 她有点懵圈 想从右边出去 结果竟然看到左门的自己 吓得她捂着嘴巴 不敢置信 她觉得是密码不对 对着小纸条反复测试 结果没有任何改变 她取下工具包 将门挡住 然后不停地走 最后嘶吼着狂奔 结果依然是循环 男人抑郁的表情 跟你手机里 第五个表情包很像 她想通过运动舒缓一下 拿着尺子开始跳绳 跳完再来段机械舞 然后继续跟密码锁硬钢 反复地输入 两辈的门都打不开了 她又开始修锁 结果门自动开了 跑进来一个球 发现走错房间 又跑回去了 男人接着修 扑斥一声又出现光球 看得男人目瞪口呆 他赶紧修下去 光球消失 护士推开门 那黑衣人坐着担架穿过房间 男人赶紧跟着出去 结果又回到了原点 男人非常生气 一生气就想睡觉 内睡姿也是相当的霸气 睡醒后接着修门锁 就在这时 居然修出了一股大风 男人接着修 结果修出来第二个男人 男人二号也想跑 可一样被困住了 他开始像男一号那样睡觉 男一号没有放弃 他脱掉衣服裤子绑在一起 然后将牛奶倒在衣服上 然后左门扔出去 右门甩起来 一头绑在电线上 咔嚓一声 短路了 当男二号醒来 看到男一号被电晕 他打开右背那扇门 发现不再循环 他跑了进去 但里面是一片黑暗 当男一号醒来 他推开左门 却发现了一片光明 这样的循环空间 好比生活 永无止境不断循环 好比社交代 好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好处